大家好,我是五仔 大家好,我是OK仔 我這一節跟大家講一下親子的事 接下來也有機會 今天講一個題目 講一些人,帶著爸爸媽媽出街拍攝自己 嘩,難聽我粗口 真的痛苦 人窮有多藉口 這個藉口和你窮有什麼分別? 有,絕對有 為什麼呢?絕對有 他現在這個題目講,先給個讚 沒錯 帶爸爸媽媽去旅行 他覺得爸爸媽媽認衰自己 那不要說我去旅行 你帶爸爸媽媽去哪裏都覺得認衰自己 有些人是這樣 有些人不是說認不認衰 其實我爸爸小時候 就是叔叔那些經常見到阿爺 人家老人家不認識的 其實我也是這樣看你們 你真的不認識的 怎麼認識呢? 跟你講 你那個人都不認識 那討論不下去 你現在手機很多東西 真的像世代 但我又不會看不起 因為我相信以前 我們爸爸媽媽說 老人家不認識的,這樣看阿爺媽媽 應該他們都不是看不起 嗯 那現在都是呢 有些小朋友 經常出來說 唉 覺得自己影衰了 父母那些 那沒有 沒有 因為其實你都可以看得到 你香港人那種 這一代和上一代那種知情 是幾個冷 幾個淡 我們看港語文都說得多 我們為下一代 就留住這一代 放棄你那代 這樣 香港人也挺無情的 對上一代 是的 真是悲歌 真的 有人就說 疑問 講疑問 叫爸爸媽媽 就是你聽 譬如我沒有買基金那些 嗯 那我聽那些客人 就是找Ivan Sir那些 他們通常呢 是父母說 買一份基金 給子女讀書 嗯 我都沒聽過那些年輕人 買一份基金 給父母就叫做家用 是不是 那別人就說 我給家用 我不給基金 我給家用 不關事的 這個問題是 因為我們很多有錢的客人 不是說了什麼 就是三十多歲 都是由CEO 買二三百萬資產 是十分之一 就是幾千萬身家那些 你聽那些父母很多 幫我兒子供樓啊 那些 很少聽說 搞定自己的父母 其實他們平時 是不是可能 有錢的那些 那些父母都是挺有錢的呢 你知道誇代貧窮嗎 有些是 我覺得是這樣想的 有些可能是 上一代 本身不是很有錢的 至少不是金鎖匙出生的那些 但是呢 他有些少錢 造就了他的下一代 這一代能夠成功賺到錢 但是這一代成功賺到錢 他又覺得 這些錢是我得回來的 因為你上一代 沒有什麼叫做真金白銀 很努力的 至少我身邊的同學 人家住 那條街是他的 但是我又不是 我是頂囊住普通屋一間 你說剛才那位同學 我們有個同學 以前有一條街 是啊 他很崇拜他爺 他經常說給他爺爺 賺錢 什麼 剛才我說到 人窮多藉口 如果你老爸媽 從小到大 帶你出入大酒店 什麼大酒店 就是去世界各地 有大酒店 就是帶你到處去 永遠都是給你一些好的東西 或者什麼 你不會這樣看你老爸媽的 一定是小時候 那一刻 他又對你不好這一方面 是 然後你長大了 你又沒有本事 真是誇代貧窮 我見很多 譬如 我其實認識有錢人不多 有時候聽聽古天樂的聲音 他不太喜歡帶你老爸媽去旅行 是啊 古天樂 通常你是自己搞不定自己 你還未搞不定自己 通常都是這樣 很簡單 為什麼我人窮多藉口呢 你帶老爸媽去旅行 我當你那裡十萬八萬 那他有什麼 那他有什麼 那如果一個有錢人十萬八萬 過了就過了 算得了嗎 是啊 那你就沒有了那個煩惱 其實錢是解決很多煩惱 有些人是很嫌棄的 不要說去旅行 叫你出街 跟你老爸老媽出街 吃飯 嫌棄 又說要是又嫌了又嫌了 又嫌了 很多藉口的香港人 有時候在這個位置上 我不知道為什麼 有人就覺得 真的是 這個是從小的那種 父母 和子女之間的那種關係 不是這麼 咬得 通常都是 上一代很嚴 很兇 要不就 如你所說 本身是沒什麼錢的 在物質上 又不能夠滿足到他 那個大兒子大過 就自己靠自己 我不靠家人的 然後 我不靠你們 你也不打算靠我 那種 我當然明白 馬戲 大把這些 那些 根本香港大部分都是這些 那些 角色扮演 正所謂劇本早已寫定 這一群人的角色扮演 全部都是那種 喂 我的嘛 這些東西 你叫我分給人 魚蛋論 你明明那個魚蛋論 那個意識到親情的位置 都沒有面子給 其實有時候你想一層 周星馳那些戲 都幾什麼的 為什麼這麼說 不是 錄鼎記 記不記得 跟陳八祥說 是不是 不是 不是陳八祥 就是跟林青霞說 是不是 還是什麼 有好處 老爸怎麼都會慌 這個周星馳跟林青霞說 是啊 周星馳跟林青霞說 喂 這個東西 你那時候 好笑 喂大一點 你現在看一下這個小袋 是不是 我瞇自己老爸老母 不要瞇自己老爸老母 也有的 有一些叫做 沒有 分著數 派著數 所謂的派著數 現在香港人 搞到他很傻 剛才說 有些剛才說 找老爸老母著數 這個白癡公司 買一張單 我老爸拿了十萬出來 我就分到一萬元 那些更加 那些更加 老爸給三萬元 你好過 真是告訴你 有些人是蠢到這樣的 他只是為自己利益 我老爸老母的錢 就可以拿來給別人 然後一齊夾子 騙了他 是 他不只是說 喂 當他出來是 會不會看自己老爸老母不起 不是的 簡直是 親生兒子 不如是近身前 哈哈 所以回到那些說法 生肚叉燒都很像生理 又有這些說法 是死仔 你有時候很有趣 我們先說說 這位香港男子 如何嫌棄他自己的老爸 他說 喂 大老爸老母 簡直失禮到死 不是吧 我不是 我看到香港人 很多都 很厲害 拖自己的老爸 拖自己的家人去旅行 就是 順便 拍片 分響 有些是這樣做的 你看你自己怎麼定位 老實說 有些是說親情 有些是說開心 那我們看一下 這件事 不知道接下來大家會不會有 遇到了 因為始終 零加三 你看到現在搶到 全部都爛了 那些機票 神經病 真的誇張 我的朋友 兩張機票 兩張 內匯嗎 內匯 很便宜 人家單程12000 你去哪裏 東京 你那些便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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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宜了 貴了 他 那麼久 之前是9900 然後 一跳 一跳 12000 萬二 之前再便宜一點 那不算最貴 當然這個時候不是說這些 難得有得出去玩的時候 有 網民 香港人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一起研究一下 他說 他說 他跟他家人 即是阿爸媽 去日本 簡直是失禮死人 簡直是 丟盡了海陸空 那些架 什麼架都被你丟盡了 是吧 真是 哎 早知道不和你們去 不帶你們去 老實 你又說 你 出過醒 真的這樣說 你出過醒 見過世面 爸媽 沒出過醒 沒見過世面 不是這樣都 接受不了 不懂得體諒一下 然後兒子說 你不懂的 要電話教你 你不懂 現在很多是 是這樣的嫌棄 嫌棄怪魔來的 小小的事 就是叫做摩洛哥 教你又不懂 說你又不明白 真是麻煩 很多年輕人 我覺得 看不起是不會的 但我覺得 家人和父母 是 有限度溝通的 是 我明白的 你始終是一個 世代來的 他生得你出 那一代 起碼都 他接觸的東西 你以為他是年輕人 沒有你這些思想 那次說我老爸那些 為什麼有限度溝通 別人說他又要說 說我說不說 他說我認識過 我認識誰 知道嗎 說著誰 古他記者 古他記者 只有這個人 Edan 跟Edan合唱 誰Edan MIRROR那個 誰MIRROR 講完 有什麼好說 有些事情 他又想去貼地 但有時候 始終力有不敵 你也明白到 那就幫一下人 那你就最好 有時候有這些事情 但是 我們看看究竟有什麼失禮事 你覺得他是不是很失禮呢 至於他要嫌棄呢 我又覺得 也不是的 其中一宗 是這樣的 他說 他已經說了 他帶過爸爸媽媽去日本旅行 試過 去到日本餐廳裏面 對著示茵說 不說我要這些 這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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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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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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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都要這樣 玩一下 要這個 那個要那些 這樣喔 好興奮 他覺得那個老人家好興奮 明白嗎 好像你小孩子一樣 媽媽 爸爸 比較穩定 心想可能那句就是 你們幹什麼 我媽媽更瘋 不過她瘋得來 她會成為了在那裡的風頭等 其實我有這種能力是遺傳於她的 她是瘋一點的 瘋一點你懂得搞氣氛 她可以說一件事 全部人都看著她 不是跟我平時做的一樣 就是她做的 大反轉 我不會覺得嫌棄 挺有趣 挺厲害 就表演來看 沒學過 你看你天生有什麼能力 可能去旅行你又不想的 因為你又說一些人不聽得懂的話 然後你在尖叫 經常都說 尖叫就離譜 你在外國人的眼中 我們香港人說話 不是興奮的嘛 經常做人 要不理人怎麼看 不是的 我看那些年輕人走去拍片 走去那些民宿溫泉旅館拍片 這裡的氣氛很靜啊 我們都靜 喂 人家靜就被你吵嘛 那裡你去旅行的嘛 你也要看一個場景的 你也要看一個場景 粒水啊 OK的 即是你個人嗨的 OK的 不過有些人 你的狀態跟你爸爸不接近 其實你這件事是對的 你說 你過分靜局去旅行 如果當地的職員 看到這些遊客 那些遊客 那些遊客不是很害怕的嗎 每個人都像是侍應兒那樣的表情 對呀 怎麼鬼呀 為甚麼都開了追悼會 過到來這樣 躲在牌臉 沒有水洗臉 想怎樣 又是 有適當的Hiver 我覺得OK 可能這位 即是香港男士 這位是香港男生 身為別人的兒子 覺得 爸爸媽媽 好像真的 一看到那些人 很新奇 很刺激 其實你自己也不是會這樣走 老實說 你不是拘捕你爸爸媽媽 你做了冷靜位那個 你爸爸媽媽 就是做了你以前的位 這件事你想想 安撫他的情緒 嘗試 不要那麼開心 有時候OK姐說話很大聲很開心 但現在只有我跟他們兩個 還有希希在那裡 哈哈哈哈哈哈 其實沒甚麼所謂 我覺得 你出到去 你想想想 你小時候 你也是做一個 鑲皮百厭的角色 我回想想 我真的沒有資格 因為我小時候是瘋哭 強狂女兒買東西 是的 以前沒有錢 女兒買東西 有錢又不買東西 我覺得自己是心理變態 是的 做人就是這樣 不是很有趣 在街上有狂哭 你不買給我的瘋 哭到內臟扭在一起 要入急症那些 死小孩子 簡直是一個地下律典 好像沙癲那樣 我想我小時候 曾經在一堆人當中 我是陰波鼻孕套 是嗎 聽到我爸的聲音 已經不想生孩子 我是陰波鼻孕套 如果我爸爸媽媽 這樣帶我出街 他們都會扔在這裡 說不理我 但是下馬下馬 都會打兩層 拿回家 如果他發神經 我也是跟他們同樣 所以你拿回家 打兩層 哈哈哈哈 打兩層 拿回家 不是 你張濕喜喜 你小時候 何尚在街上扭雞 像你所說 扭一段 然後你爸爸 何尚你不是 嫌棄嗎 心想 你閉嘴吧 他們不知道人的生命 循環 你看看看 你就會發覺 我們嬰兒的時候 不是這樣的 慢慢 對很多事情很好奇 是小朋友 老人家也喜歡吃雪條 小朋友也喜歡吃雪條 中間那些анные又是為了養生的 然後差不多 就好像BB仔這樣睡覺 其實你看 父母 想照顧你小時候 你大的 又想照顧你的父母 因為你接觸的東西 你現在是現代的事情 其實就真的是 他們長大了之後 他們未必跟得那麼快 那些社會節奏 甚至乎 他們都會有一點點脫節 是靠你的,你告訴他這個世界有什麼 靠我? 是靠你 我老母以為家裡的Wi-Fi很厲害 我跟他說其實你用電話、手機、手機的卡都可以做 不行的,不是的 那Pan是120元而已 他已經是退出了 你明白的,習慣了嘛,你明白嗎 他很認真地問我 你不打針怎麼出去? 我說外面不用打針 多謝 這個世界很有趣,不明白的 是靠你報紙、雜誌或者大家去學 靠你OK仔跟別人說 看那些報紙、雜誌再說給別人 是啊,你等同而已 有些人覺得怎樣做 好像剛才我們說到這個位置 這位朋友說 父母這麼興奮,已經覺得失禮 嫌棄了,簡直有些少的感覺 算了,你們走 我自己走開走 那又不好 難得 真的叫做 和你家人去旅行 這些是很難得的機會 真的很難得 真的難得 我小時候跟我爸爸搭過一次飛機 家人去過 羅湖 不是,羅湖 羅湖 那個叫做什麼呢 桂林 我爸爸的資訊很有趣 在我出生的1983年 我記得有人去桂林 是香港藝園 全家撞飛機死了 是 我那時候五六歲 然後他帶我去這個地方 是嗎 沒有的 沒事的 沒事 有什麼事 桂林山水甲天下 人家,你知不知道 那個藝園就是 中了六合彩 是 帶了外父外母 全家去 老婆 真是慘 那些大新聞 人家因為那裡漂亮 中了六合彩都要去 我只是說他對我好 這是唯一的回憶 我還記得那時候 在那些很舊的旅館裡面 喝了一杯紙貝天葵 嘩 是 很舊 這旅館 小時候一定跟家人去 會去旅行 去 小小 去我爸爸大陸間廠玩多些 差點死了 不是,你當去 回內地玩也是 以前也是 回內地玩也是 叫做 去做旅行 或者各樣那樣 無論如何都好 沒有所謂 一個回憶 一個回憶 難道你那時候 回鄉下那些 對呀 你那時候去找我小小子 我都告訴你 你又有嗎 那時候我八艷 在五星級酒店 那些天台泳池游泳 我女兒在旁邊 看著我 我不過意滑腳 掉了那些大人池 很深 很滅 你很懂得游泳 為何你還在 你怎麼在 一跌下去 我爸爸就 禮手 就扯回我上來 禮手 立刻救我上來 哈哈哈哈 哇 我真的罵 當然我爸爸被人罵到九月臨頭 你有沒有急救 什麼 我沒事 我沒有浸到 我一跌到水 準備抹頂那一下 我爸爸就立刻扯回我上來 你也好 有爸爸親 但他被人罵到九月臨頭 你受不了 你不看著你的兒子 是的 但是 這些回憶 難道 你想想你家人 你自己的年輕人 你八艷 做一些蘇州屎 給你家人享受 你家人是嫌棄你嗎 其實我自己心目中覺得 你做大人 你跟女朋友去旅行 去到舊 你跟那些男人去旅行 玩女人都玩到舊 你說你跟父母去旅行 長輩 對 長輩去旅行 或者什麼 你是一個很難得的回憶 是的 要有 不是說一定要有 但是要有 不是叫你一定做 我覺得有 這是一個人生很難忘 由你小時候 你等於 我現在給老母的家用 我覺得是給零用錢 反過來 他還你 你還他 你說剛才那件事 我想起 你說跟女朋友 跟朋友去 都去得夠 是的 你又想後 如果你身邊 遇到一個 女性朋友 或者女朋友 比較閹尖的時候 他一樣都在丟橋扭令 在你面前丟橋扭令 你又忍得他住的 是啊 是吧 人很有趣 沒辦法 你要交配 哈哈 你對著父母就要交代 不是交袋 交袋 交袋 除了說這件事之外 這個香港男生更加說 自己的父母在酒店 check in 的時候 對著 reception 的員工 是 是 狂用中文 露 即是用廣東話 用廣東話粗口 狂罵人家 發爛 唉 令到 他說 唉死了 我很慕眠 死了 唉這樣 就更加 老爸老母說粗口 用中文 對著 reception 日本酒店的 reception 用粗口爆粗 即是可能人家說話 你知道可能老人家說話 中間一定是 夾了一些 類似 夠冷內 又來了 類似這些 講法 最厲害的 一定有這些 香港人說廣東話 本身是大聲的 加上座義詞 更加令到全場震驚 哇 突然有兩個人在演講 對著 reception 當然 哇 是甚麼事 所以兒子就覺得 好麻煩 更加很委屈 他用 即是自己英文不好 他說他自己英文不好 都忍不住幫他搞定 免得場面這麼尷尬 即是 對 你爸爸媽媽不懂英文 你懂 你說你超費都好 超費都懂 他連入樓的機會都沒有 有人就覺得 這些呢 就是所謂的嫌棄東西 不應該 你不要說去旅行 你在香港 我見過有多少 喝茶 吃飯 酒樓 不知道你有否見過 我見過很多 都說 有些長輩 不一定是爸爸 那樣 快點 誰等著 快點 叫你爽快 那些 這個劇本 根本就是每個禮拜六日 以前小時候一定會發生 催我爸爸快點出門口 那些事情 是呀 你一定是有的 有 即是你做的 叫做後輩 對著前輩或長輩 你明知他行得摩 你就遷就遷就他 有些人不是 不是的 你見石那些是另一回事 見石是另一回事 那些老人家行動比較慢的 那些 你又 我經常照顧老人家 剛才說的一件事 就是 帶老人家去喝茶 我經常覺得 目的不是帶老人家去喝茶 喝完餐茶 有些人會說 你去海洋公園 就去海洋公園 那一刻 你其實從你跟他相處 見到面聊天那一刻 已經開始了 是啊 那一刻 你不是逼他出門口 你是從那一刻 你已經享受跟他相處 我們不是去喝茶 我們是來相處的 喝茶是你的生理需要 或者找些東西去做 喝茶只不過是儀式 是 裡面的戲 其實你未到場 一見到面 就已經開始了 那一場 有些人真的不明白 真的不明白 有時候 你不用說 等同而已 有時候你見面時間 不一定夠 十個小時一定夠 那就最好了 或者建築石 那就最好了 不是這樣的 你可能 你短短 可能一兩個小時的時候 你又做一個 聊天 或者關心 或者你能夠關心到他 他又可以知道你近況 那些老人家 那些長輩是這樣的 他會覺得OK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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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仔這陣子做些什麼 都幾好啊 就是你聊天 又對答 所有事情都舒服的 但不是啊 你有你在那裡搖手機 然後那個老人家 就坐在那裡 傻傻傻地 想找你聊天 你又在那裡 好像很不空 那樣 老人家又不好意思跟你說話 是不是 整件事 我又不知道 我以前和阿爺 小時候 他拿著一份保照 我拿著一份黃巴士 兩個都不說話 是不是 我又多喜歡這種相處 不知道為什麼 不同的 我跟他又是神交的 說話又好說 我真的沒辦法 有時候人的緣分 很有趣的 他靜又可以 他吵又可以 是啊 你看看老人家本身 那個內向還是外向 是不是 可能他本身也不想 吵冤巴閉 又不出奇 另外 就是和大家 可以說一下 有人就說 其實 他覺得那些老人家 尤其是香港的那些長輩 或者他自己的父母 去到那裡 都要講中文 好像世界圍著他來轉 以為全世界都懂中文 沒辦法 那人家就沒出過去 那人家說了幾個大 說了五六十年廣東話 都說想吃飯 死鬼佬 你不懂 吃飯你都不懂 你忘了 那些人 是啊 有些人好笑 我內心有個叔叔在那裡 是啊 有人說在日本 見過那些 阿伯 香港阿伯 不是維園那些 香港阿伯 試過對職員說 Euster 都回票 都回票 可能換車票 不知道什麼 唉 真的 他覺得 你不懂就跟團 這句話 老人家都套到你身上 你又懂的嗎 你也是不懂 盲摸摸的 是吧 沒有的 老人家 喂 有一些 叫做長輩 他的 能力未必到 好像你那麼高 就是說行動的能力 但是他們可能的見識 或者學術上面 都不給你差 可能走得慢一點 你不要嫌棄別人 有些事 大家互相幫忙 互相遷就 尤其是外國 有機會的 來緊實 有機會 你不用怕 機票扮成這樣 你不用怕 到時候 整個機票都是香港人 你不用怕 到時候 大家很吵 然後 有很多東西寫 然後上網 那些什麼廢物 在飛機上 吵犬巴閉 又見到空姐 那樣 人家說明明沒有 人家說沒有米粉 不斷跟人家說 要炒米粉 類似這些 有很多 嘗試幫人 有些人 歌仔也可以唱 愛得太遲 錯失太疑 是嗎 是這樣的 你見到旁邊有人需要幫忙 為什麼你不幫忙 最心痛是 愛得太遲 你唱到大氣 很厲害 哈哈哈哈 唱到大氣 是啊 你接下來出去玩 有得自由行 大家都趁這個勢 這麼久沒有出去 就算之前 都未 我都未去日本 真的 我都未去日本 幾次都錯過了機會 沒辦法 接下來就再去 不懂的 做資料搜集 你年輕 我們年輕 你只會做資料搜集 但是 比較年長 他未必禁你 這麼熟行 一下就計劃了 七日六夜 怎樣 搭JR之旅 你認識 他不認識 那些 可能偶爾聽到 可以幫助別人 就不要那麼嫌棄 何況自己家人 你覺得 他爐吵 你就拍一拍報告 等我來 這些等我處理 我都大了 我懂得處理 不用父母擔心 這些事情 我從來都是我搞定自己的 有些不是的 有的就在旁邊 你會說 對不起 我從來都是叫我身邊的女兒搞定自己的 我自己是有點肥肥的 那每個人 我能力就是 要那些美女幫我處理我 那些不懂得搞的事情 你可以的 你只是一句而已 搞定 搞定 所以都告訴大家 出去不好 有時候就嫌棄身邊的人 無論你去旅行也好 或者去喝茶 或者在香港消費也好 有時候 大家互相遷就 都是一個美德 對吧 不要放在網上吵 今集時間到這裡 下次再見 祝大家家和 萬師兄 沒錯 拜拜